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证这个节目 再提醒大家一次,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个频道 我的不断的DA节目,不断做的节目就是依赖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多用这个Super Thanks Function赞助本节目 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完广告,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youtube,patreon,功德无量 我们会讲一些比较,通常我讲的题目比较深一些,但也比较重要一些的题目 我不会在这剝花生做很多这样的先程节目 但希望做一些国际新闻的节目的时候,或者讨论一些思想性的节目的时候 希望大家多多思考不同类型的问题 今天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在COVID-19这个武汉肺炎之后 第一次出访外国的机会,来了9月16日或者17日左右 他就会去到乌兹别克去访问的机会是极大 稍后我会讲讲究竟是什么的一回事 就是15和16号下首次外访 去乌兹别克的撒马尔汗这个首都和普京见面 这次普京是期待欣欣,希望通过他最近在东方经济论坛 俄罗斯远东的海森威克,他见到第三把手栗战书的时候 表达出他这个欣赐的期盼,希望尽快去 但是外加部发言人无名,新的无名在华春莹第二下 某年他就没有表态,说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究竟习近平真的去呢?这个当然故作神秘 机会极大,因为事先不是中俄沟通好的话 普京都不会露过头出来,会跟大家讲这些东西 所以我很认为习近平这次可能是2020年初到现在第一次的外访了 那这次外访的话,见普京是否等于更加刺激到 美国和欧洲等西方民主国家 对于中俄之间的围堵呢?那当然是 所以我会认为,未来的两个camp,两个block 或者两个不同的阵营越来越会内卷和对决 这个已经成为重点 而更重要的地方就是俄罗斯 普京宣布呢 中国的人民币和露布 就会用人民币和露布 吹套现时的美元,或者可能的欧元 即是不会用美元,不会用欧元 是会用露布和人民币去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其实属内情人都知道 中俄之间石油和煤炭的交易呢 一直以来都是人民币交易的 那现在加多个天然气 就是用人民币和露布 就是占付款给5050 即是基本上一半人民币一半露布 其实这件事呢 如何分析下去呢? 就是我们会分析一下 那9月6日呢,俄罗斯的 这个天然气的工业公司呢 就是Gasprom呢 就是宣布,俄罗斯和中国呢 又签署一份协议 要互为互利的方式 去延续呢 2019年底开始 建设了3000公里的西伯利亚力量 Power of Siberia 这条中俄东线的天然气管道 那这个一直已经在供给中国 我记得是根据数据 2020年的时候呢 供给中国已经41亿的立方公尺 那去到2021年的时候呢 已经达到104亿的立方公尺的力量了 预计一直这样去grow的话呢 就到2025年呢 去达到380亿的立方公尺的供给量 换言之俄罗斯会成为 越来越供给天然气给中国的国家 而中国更加仰賴 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 是越来越多的 那这一次呢 新签一份协议 是一个原有协议的补充协议 这是第一样东西 第二样东西就是说 二月底 二月初的时候 没有俄罗战争俄罗战争 俄罗战争二二四爆发 二月上旬的时候呢 中俄之间是不是有协议的呢 拜登和习近平呢 就是于是当时有375亿的 中俄天然气供应的协议去做 刚才讲的管道 现在讲的是天然气的供应 有375亿美金价值的 中俄天然气的供应已经签注了 那现在再加上多元的就是天然气 都用人民币和勞宝计 那抛弃了美金和这个欧元 那是所谓何时呢 我的分析就很简单 中俄普团取暖 用时间换取空间 更加重要的联合在一起 反抗 即是美国和欧洲为首的所谓的制裁烈 也普京说的制裁烈 说美国是搞这个所谓的技术 金融经济的侵略 事实上哪个侵略哪个 很清楚了 基本上想突破这个包围网 突破这个所谓的制裁的包围 希望减少整个欧美国家 形成的自由银行体系 和贸易对于欧元和美元的控制 希望这些国家减少这些依赖 希望也开拓到中国和欧洲等 新兴的市场和供应商 更重要的就是中国一直 近期就向俄国买天然气再转卖给欧洲 所以欧洲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俄罗斯看中这一点 你不直接买我的天然气 那我就卖给中国炒那个价 每一笔交易 中国只赚一亿美金 之后再炒给你欧洲 那你欧洲可以大喇喇地说 我减少对俄罗斯依赖 其实只是三国交易 那俄罗斯都害不害欧洲的手脚 所以欧洲自己要真是自强 不要在这里自弃欺人 所以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他难道不怕 就是中俄联合这样做一件事 中国人民币勞布 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那他不怕得罪西方国家的吗 他早已经得罪了 他都没所谓了 他要更加重要的地方是什么 俄罗斯他现在 他现在顶不住的 你现在今天 我现在供应一些天然气给你 那现在俄罗斯的所有的美金 和欧元呢 绝大部分呢 是被冻结的 超过三亿的央行 俄罗斯央行的三千亿美金价值的美金 和欧元的外汇的存底 是全面被冻结的 那所以俄罗斯一直以来 今年年初开始呢 已经要求欧洲很多 买天然气或者石油的客户呢 他必须要在俄罗斯境内 开设奴报的银行户口 并且以奴报付款的 一旦不遵从呢 断供 那当然了 欧洲这样的要求 对中国土耳其都这样要求 中国土耳其就跟俄罗斯的关系好 那当然也不会说 托手抓了 继续开会口 没问题了 但欧洲呢 就会托俄罗斯手抓 那于是乎部分的客户呢 真是被断供 OK 那这个也是因为 俄罗斯的银行呢 被排除在国际结算体之外 俄罗斯才要这样做 那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交易 比如缅甸现在打得火热啦 军政府 有了痞及礦咱锋 敏澜い 能打火热啦 另外和这个土耳其多尔文ann 都相当密切啦 这些情况就是,路布 已经占了俄罗斯天然气全球的四分之一的计价 今天加入中国的话会更加多 你问我 丧普会不会担心这件事 我又不是很担心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就是说 在整个以欧元和美金 为主导的货币交易市场里面 努布是可以忽略不计 比较大一点的人民币 但是大的都是相当卑微 数字显示 去年2021年 如果用国际货币的比例来说 用于贸易货物和服务交易的付款来说 人民币的占比只得到2.7% 而用美金的达到40.5% 欧元的36.7% 而英镑也达到5.9% 人民币只是排第四 如果你说升幅来说 五年来的升幅来说 是以欧元现在达到36.7% 是最高 是最高 五年来人民币都是温和地上升的比例 上升幅度达到1.多% 相当卑微的 另外一个赤道就是说储备 就是全球各国它自己储备的外汇 因为现在都已经没有金本位 银本位时代了 都是跌钱互相持有 以美元为核心 储备来说 2021年美元的储备 即各国央行的储备来说 达到58.8%都是美元 另外20.6%是欧元 5.6%日元 4.8%是英镑 而排第五的是2.8% 连3%都不到的人民币 那你会发觉 人民币其实虽然排第四 排第五分别在支付和储备来说 但实际上的量是相当小 而为什么这些国家不会持有人民币呢 不能自由兑换 而且资本仗受限制 在这个情况下 你的币值是完全受中国央行 即人民银行所严重操控 怎么有人会有信心呢 没错 在中国来说 占全球的贸易量 大概达到13.5% 但是你的支付货币 人民币只剩下2.7% 可见相当卑微 就算你说了 一带一路的国家贸易额 去年中国和一带一路的双边贸易额 达到11.6兆人民币 占了中国整个贸易额的30% 但是在全球的贸易额来说 中国和一带一路各国的贸易 只占6.3% 连7%都没有 可见雷声大雨点小 千万不要让他这些东西吓一吓 数字会说 美金依然是维持强势的 美金无论是1940年代对日本的出口管制 或者四五年之后美苏的冷战 或者1960年古巴禁运 1979年的伊朗的人事危机 经历了很多东西 美金依然是稳如泰山的 为什么1983年香港要实行联系汇率 也有这个原因 这个PEG 联系汇率 是因为看到美金的强势 所以当时港英政府是相当有智慧 到今天会不会脱离 因为国家安全理由而脱离 甚嚣尘尚的很多猜测 大家可以细心地论 我就觉得危险已在前面 这种做法 你会看到 中国和俄罗斯 协议改採人民币和努布 向俄罗斯扣卖天然气 对于全球能源价格的影响是极微 全球能源价格不断上升 千万不要让人大方向 因为中国和俄罗斯改採人民币和努布 抛弃美金和欧元 导致到价格飙升 其实价格飙升早已开始 而它加多这个factor 基本上这个是不相关的事项 它可以说对于全球能源价格影响极微 何况现在中国内忧外患 经济向外来说 逐漸向decoupling 脱钩 更加很多商业贸易往来 无论是日本、韩国、美国、澳洲和五眼 和重要的民主自由国家 和中国商业贸易减少 人民币可以用的地方越来越少 而人民币可以用的地方 就是一减 减和其他国家的交易 加对俄罗斯和流民国家的交易 其实最后都是端皮那碗水 它不会牵涉到太多 而且总量 刚刚讲过是极微的 所以我不认为 俄罗斯和中国达成这个协议 是有任何实际上的经济意义 只有政治宣传的意义 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 你会看到 这个 普京都威胁过 如果欧盟对俄罗斯出口的石油 天然气 设立价格上限的话 俄国是 会切断这个能源供应 去冰冻 西方 其实我不认为这是真正的议题 因为 国际的价格是自由市场 如果欧洲想欧盟各国 想向俄罗斯去买油 譬如说 现在8元 别人 譬如沙地阿拉伯 卖9元 那我当然 我向8元买 那我设立价格上限 我写 这个 设立价格上限给你 譬如说设立9元 9.5元 那你设立价格上限是这样的时候 那你 很简单的 你说因为设立价格上限 俄罗斯就切断能源供应了 那我不是向9元那个 沙地阿拉伯 或者伊朗 伊朗不行了 沙地阿拉伯去买 科威特去买 伊拉克去买 不是 一定可以这样做到的 或者你美国开采池的Keystone Pipe Line 我也不知道拜登怎么 删除那个 我当然知道为什么 他绝对是为了支持 Green New Deal 当然是白痴的 所以搞到这样的情况 就出现了很多的价格上升 好了 俄罗斯要切断价格供应 这件事是假议题 为什么呢 市场是供需定律的嘛 今天如果欧洲 告诉俄罗斯 哇 你超过9元 超过9.5元 我就不买的话呢 俄罗斯你应该是接受 应该是不接受 不接受 你可以切断供应 没问题的 欧洲不是从其他国家买的 是贵一些 是价格会飙升 但是它不会 没有能源供应 如果你认为这样 可以冷冻西方的话呢 你的脑筋是有问题的 你说是捱贵天然气和石油的话 已成事实 德国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量 已经由年初的50% 降到现在的10% 这个降幅 极有可能 是三个交易来的 即是说 俄罗斯卖给中国 中国卖给德国 就当是由中国买 当然了 是不是等于断到俄罗斯的源头呢 我都有待观察 但是好的地方就是德国 现在的天然气的设施的储存量 已经超过80%了 所以冬天的时候 有相当足够的一些天然气可以使用 当然德国的经济危机是深重的 8月的通货膨胀率达到8% 是50年来的新高 而俄罗斯关闭了 永久 无限期地关闭了 北溪1号 北溪2号当然不会有 Nord Stream Nord Stream 2 当然不会有Nord Stream 1 这个现在已经是 无限期地关闭了 但是它要怎样做呢 当然 是要从其他国家里 拿多些石油 和天然气 捷克也都有 在9月3号 7万人的抗议 高价格 就被很多的蓝红媒体说 欧洲很乱 其实不是 它抗议就是说 这件事出现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能源储备 瑞典也都撥出了230亿美元的价值的流动资金 去援载一些能源公司 法国也都是提倡节能和这个补贴 260亿美元给能源公司的 英国在最近通货膨胀 达到10.1% 在创40年来的新高 预计这个电价会直接上升 由于这个煤炭 石油天然气的价格上升 它电价都会上升 而且每年增长80% 很可能有三分之一的英国 陷入这个 fuel poverty 即是能源的区乏 即是贫穷 这件事我们都要看下去 因为 trend不可以定在一点来看的 会不断地变化 而这变化是基于一些假设 去做一些太猜测 我认为英国的经济不断成长 它就算通货膨胀高 就业率和就业充足率也高 薪金的增加率也高 所以它的失业率也低 在这个情况下英国是恩一向荣 但当然是防止泡沫爆破 这个英国本身要去处理的事 看看新首相this trust 就是这个卓慧斯 会有什么措施 去面对这些问题 说回刚刚中和之间 人民币和路报一起计价来买 这个天然气 大概一半一半的 大家看看 大家看外汇消息 你就知道 路报的近期不断升值 已经升了很多个月 人民币不断贬值 一个升一个跌 你想想 人民币和路报 一半一半计价 结果就是什么呢 它想玩这个套凳 想玩这个情况去做 但是你 定死了一半一半的时候 结果就是什么呢 路报是不断升值 人民币不断贬值 这是以成定律 人民币的贬值是会拖落什么呢 由于路报和人民币不断去做 两个国家经济互相扣连 而俄罗斯现在通货膨胀 经济衰退的情况 怕会传播到中国 所以猪头 真是一个猪头 它以为 是不懂经济都要做猪头的 懂经济的人就知道 当人民币的劳报成为了 中国向俄罗斯购买 天然气的货币之后呢 猪头的想法 就以为这样 就可以卖个大包给你 因为呢 反正各国都不和我做生意 我怕要和一个国家 大国做生意的了 现在想想 老二老三就是 中国和俄罗斯 抱团取暖 就增加自己的威望 但是不要忘记 老二加老三 整个家庭来 是美国国力的十分之一都没有了 那你想想你怎么斗 你斗不了中美加欧洲 美加日本 美加其他国家 好了 你劳报不断贬值 升值 人民币不断贬值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将俄罗斯的经济问题 通货膨胀问题 全部到中国 那这个情况 大家未来看下去了 你这么喜欢玩这件事 抱团取念 以为威威 结果就是这么悲惨 OK 所以我说了 这个 这种 这样的情况是相当荒谬 当然了 讲回栗战书 和这个普京 当时在东方经济论坛 当时铺垫 就是未来 9月15号 16号 即下个礼拜 就会有习近平 访问普京 去到乌兹别克 撒马尔汗的这一幕 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 这个对抗 就是 欧美的组织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专制国家的联会 这一次铺垫就是说 习近平被普京想见 我认为普京见习近平的动机 和欲望更强 但无论如何 普京这一次大赞律战书 大赞中国 说中国和俄国有 特别的伙伴关系 那 贸易额 由1,400亿美金的价值 达到2,000亿美金 那么 律战书 就是呢 一方面 油泡琵琶搬遮面 说呢 中国和任何国家都 不结盟 不对抗 就是 也都 不会去 针对第三国 这三筆的原则处理问题 就是他不想激起 美国和欧洲国家 因为俄国战争的问题 认为中国 帮助俄罗斯 而展开对中国的次级制裁 他害怕这件事 但同时也彰显到 对于普京的 欢迎 抛眉眼 也都要说 就是很欣赏 俄罗斯未被西方击垮 展现出人性 两个能源大国之间 可以互相合作 共同抵制 断工 也都去反对 单边的制裁 同时也都 确认了 也都要确保 这个供应链 和这个产业链 是安全 也都希望这一大一路之机 我们宣扬中国 这个套战师说 就是说 是经济 长期向好发展的机器 本面 是不会改变 这叫做 跌到地 也要拿回沙沙的 在这个情况下 你说 俄罗斯要破孤立 破中国 是有很大的动机 那么中国也都 在这个地方 要靠向俄罗斯的一边 互相彼此 声声相识 而我们看到 这个 自由国家之间 互相抱团取乱 亦都出现了 我们真是 互相帮助 就算你看看最新的外交 最新的英国的首相 就是卓慧斯 他在上任之前 也提倡 经济北约 G7 全球的大国 形成经济北约 那么 如果被中国或者俄国侵略 G7 国家经济 成员国应该互相防卫 联合去做经济惩罚 抗拒中国的脅迹性经济政策 而且要联合英联邦国家 共抗中国的日益增长的恶性影响 成为对抗中国的重要堡垒 当时 蔡慧斯说了要全球化的北约 是据全球视野 准备好对于全球的威胁 确保台湾的智慧能力 亦都将国安考虑 置于 经济合作之上 开始对台湾有意义的 参与国际组织的合作 和支持 培养台湾的智慧能力 亦都希望 要用和平的方式去处理问题 而首次将中国 列为 即是严重 或者急性的威胁 是对于英国国家安全 急性的威胁 是和俄罗斯同级的 英国都会这样做 如果它兑现到这个选举承漏 或者它一直说话 那你看一下 这个欧盟也都开始和俄罗斯脱离 日本更加不需要说 日本 尹石穴的韩国 也都是逐渐靠向美国 当然cheap fall 那里有所谓 騎场的问题 但是会靠向美国 台湾不需要说 其他国家 一一个二个就开始 形成两个block 等于中国 伊朗 北韩 緬甸 俄罗斯 形成一个坚实的 所谓的专制同盟 当然 自由国家的 就是英美 澳纽 加拿大 加上台湾 日本 韩国 欧盟的主要的国家 和一些骑长一些的土耳其 北约的骑长 等于是两个block已经形成 土耳其的骑长 形成了两个block很尖锐的对决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我们看到虽然律战师表态说 俄罗斯是国际投资合作的重要国家 加强经济、贸易、金融、科技、教育、文化 全方位合作 继续支持和参与俄罗斯的远东开发等等 你看到中国更加和俄罗斯走得更近 所以我这一次最主要的意思就是 讲给大家听 中俄是会慢慢走在一起 而自由国家会和他们 形成两个很重要的block 中国用人民币和劳报计价的话 野火烧身 结果这个抱团吹乱 就是一起冲落沿岸 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未来的一些变化 我们会继续讲其他新闻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双方的频道 Suka Thanks 和看完广告 Comment Like Share 支持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